大家好,我是农村出来的打工者,一个不喜欢吃肉的打工者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阿峰表嫂这个头条的作者 阿峰表嫂我感觉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 他在短暖的时间内聚集了60多万的粉丝 并且他拍出来的视频质量很好,华质很好,可读性很强 与粉丝的关联性很高 我分析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应该学习的 第一个就是表嫂的人设相对成功 第一个他本身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他本身表嫂说实话的表嫂相当的漂亮 我感觉是在拍西卧视频里边的第一美人 不过从他拍视频那个气质来说 很有气质 确实是一个女成功人士 你看看他手上戴着那个大金戒指就懂了 比如说很多粉丝说喜欢表嫂 人人都喜欢他 是不是 对于这样一个成功人士 尤其是一个成功女人 更让人静而养之 第二个是表嫂是感慨阿峰的表嫂 阿峰本身他就有几百万的粉丝 通过阿峰这一带动起来啊 他的这个起点本身就比其他人要高一个高度 经过阿峰的专业指导啊 所以表嫂在拍摄视频起来也做的是顺风顺水 春风得意 第三一点呢就是表嫂的这些视频 我看的就是他选材啊 也就是做的美食这几个就是选材上啊 都是取自真材实料 并且花肥也相当昂贵 一条鱼啊一千四百多 并且还请专业的大厨亲自来做 就是想把这个美食的营养价值全部给他展现出来 怎样才能把这条鱼的这个营养价值发挥的最大 同时阿峰在表嫂在做这个 在吃这道美食的时候也是一边讲解 可以说是生情并茂 莫得打大的眼球 第四一点就是表嫂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辛勤劳动的付出 这也是给他的一个好的回报 因为阿僧表嫂也曾经介绍过自己 就是每拍一个视频 介绍一种东西的时候 他也会从网上查很多资料 有什么营养价值啊 有什么疗效啊 是不是可谓也是用心良苦 真的也是不是一般的女人 真是一个女强人 真心的祝愿表嫂在这个拍视频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我要向你学习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